字幕提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猫 经过了一天 大家会发现我的等级已经差了十等 没错我昨天练了一整晚 到早上九点才睡觉 那昨天呢跟大家在留言区有讲说 只要超过300按赞的话呢 我们就会抽最大的礼包 那我在今天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啊 发现已经过了超过330了 可是呢也因为我昨天啊 就想说 嗯这个账号我可能想要舍弃了 就想要换我男朋友的账号 我想说那抽个运气我就抽个30抽 没想到第30抽 我就抽到王女了 所以这个账号呢我会继续练 那一样呢答应大家会吃最大包的礼包 一样会吃 只是说这个礼包最后会拿来抽哪一个卡吃 应该会在下一支影片跟大家说 好啦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更新 以下方的字幕按钮开启CC字幕啰 好的那么我们直接开始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主要是来跟大家说就是温泉的活动 我们有很多网路上有流传 各式各样的队伍 说如何一回合杀 就是中间这个困难的难度 我昨天试了6个小时 然后连扫荡卷都吃光了 我前面一直没舍得用了扫荡卷我全吃光了 对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有配了几个队伍 也是了网路上大家说的三星温泉会会 二星奶跟二星有够会 这个组合的话我每一个部分我都试过了 就是平民这两个字去做任何的调配 但是呢基本上是不可能达成的 你如果想要一回合杀 你的队伍至少要一张四星的光属性的卡 像是王女或者是四星的赛希里 那么为什么是我说的这几张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属性相可 就是这个白色的点点 光属性呢会在暗属性额外造成1.5倍的伤害 那变成是说一回合杀困难这个关卡 也就是说困难这个关卡呢 你主要要有不是很平民的 全部都是光属性的三星二星卡的话 你下面基本上也都是要插满彩卡 才有办法勉强过到一回合杀 如果你是单插一张四星的卡的话 其实就一张王女一张赛希里 或是任何一张四星类型的 其实都非常的能够做到一回合杀的效果 那当然啦 其实它这样子的配置 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是有含彩卡的 对我来说都比较平民 那么呢正常像我这一组是已经打过的了 另外一组呢 就是三星温泉会会在插其他的会会卡 这一张卡是不一定的 但是基本上我看很多攻略也都是插了这一张彩卡 那么另外就是有人是放了奶妈 那奶妈的部分呢 它一张是放希罗跟另外一张有放她的四星卡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能够拿来当参考 那右边的惠惠就跟我配置是一样的 会因为有一些彩卡跟属性上的些微差距 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就是辅助卡 它会有特性的部分 这个属性的加成呢 像是王女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它的特性部分 光是属性提升攻击力这边就塞了三个了 那根本不用说是其他的有一些 他们可能因为辅助卡 可能补血或是任何光属性的加成 都会影响到非常多的结果 那他们摊出来的卡面 你可能想说 欸操一操 发现明明就是等级或是什么东西都操的一样 为什么还是不能过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人 就是拿这个角色卡 他们已经练满了他们的练度 就是所谓的亲密度他们可能超过10等或15等以上 已经影响到说一招轰下去可能我们 三星会会轰下去可能大概3000 可能他轰下去你会发现他影片上写4000这样子 这已经不是说非常平民 这 你如果真的要做这种平民类型的 队伍 那你更不可能 会去练那种很低阶 然后每一个都是因为这次活动都练到最顶 像是我看到还有人练合真 对 就是把最低等合真练到最高的这种业佑 但是问说为什么不能做到这样子的效果 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手抽我们抽的不够多 因为我们没有课金 那没有课金的状况下卡池就会比较少 卡池比较少也会影响到我们辅助卡这样子塞下去 有落差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 希望大家有听得懂 那因为我昨天实验一整晚 所以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这边基本上 这边左边跟右边这个 灰灰这个不算 那这个都算平民 你中间这一张才是比较关键的 这张我建议大概就是任何的四星卡 就是赛希莉光女 那我们这边呢就直接试一把给大家看 那么其实我刚刚讲的情况呢 也都是我们主要的主卡跟他的副卡都是同样角色的状况之下 那其实大家多数的状况应该都是 只有主卡 找不到副卡可以塞 所以我觉得一回合杀这个部分呢 大家就是一定要准备一支四星卡 才是最稳的 那一支四星卡呢 你可以准备四星赛希莉 一星爱丽丝 或是三星卉卉 这种方式也可以 但你就是一定要有一支四星的主卡 我目前呢是看到这样子的组合是OK的 就是手动的话可以在最后的五秒钟之前 可以完成这样 这是观众跟我分享的 也是我目前觉得所有组合里面我看过 他才卡这一张 然后最平民 甚至有一星爱丽丝这样子 那这个组合就分享给大家 就是他练度如何我是不确定的 不过有一些这种状况之下 会塞一些金色的武器 对就是大家自己斟酌 如果是自动战斗的话 有五到十秒都是非常充裕的 好的 所以这边呢 如果大家真的要通关这个一回合杀 的话你就是要准备一个光属性的四星主卡 如果真的再打不赢的话 可以提升他的练度 以及甚至甚至你可以直接帮他穿上金属性的武器 如果单纯以卡面来说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是最低配置 也是最接近平民的组合了 另外提醒大家在试任何组合的时候 可以在Boss战结束之前的前两秒 退出对战的话 只会扣除一张头目卷 这个方法方便大家试各种组合 像我昨天晚上就是一直来回重复 进去又出来 甚至我昨天浪费掉了快200张的头目卷 才发现这件事情 这边就给大家一个小提醒 好那是吧 好啦 那么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7点的时候呢 我有在我的Podcast的频道上一支新的节目 也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会喜欢 如果我任何不太懂了 欢迎大家下面留言 其实我是比较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你们低配的角色 如果有我没有发现的或是我没有的卡 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 我是小猫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还有帮我按个超级赞赞 还有记得关注我的社群媒体账号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大家拜拜 做完影片发现少了五秒 帮我称一下谢谢 哈喽 你好啊 我是笨笨哟 喜欢我的影片 帮我分享留言按赞 还没订阅我的人 赶快订阅我哦 拜拜